燃燒器和風扇都非常吸力地將氣球慢慢充氣 15分鐘就完成了 在 Yarra Valley 坐熱氣球看日出和神霧,點影都這麼漂亮 真的美得好像幅畫一樣 有過百年歷史的蒸氣火車,外形夠復古 之前是被人伸腳出去坐的 但因為安全問題,現在不能再吊吊 但依然吸引了不少遊客去坐 亦有人特意去拍火車 連車票駕駛室都很Vintage 彩纜車可以看到摩寧頓半島的美景 Cape Shank位於島的最南邊,有天涯海角的美景 還發現澳洲特有的生物針煙 旅館佔地面積超大,但只有13間獨立大屋 客廳是落地玻璃設計,外面有BBQ爐 廚房、飯廳、設備都夠齊全 睡房有特大的玻璃窗,浴室也設有Jacuzzi 旅館最大的賣點是周圍都有袋鼠 一起來睜大眼就見到了 途中竟然發現野生樹熊 野生樹熊不易見,連澳洲人都說很驚訝 還會走出馬路,大家要小心點,不要撞到他們 背著兒子,身手都還很敏捷 除了樹熊之外,還有古董車巡禮 沒什麼的,純粹給一班有錢的老友寄來show off 好嘍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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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謝謝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